疫情影响造成医疗设备短缺 为在桃园的开发建设公司 吸手花莲在地福人社 因缘机会前线下捐赠了5万个口罩 给花莲县政府 由卫生局长朱家强带为受证 期望能够尽绵薄之力 也感谢前线防疫人员的辛劳 疫情影响一度造成全国医疗设备 以及疫苗短缺 为在桃园的陈丰开发建设公司 每年持续透过扇举帮助地方 加上县长徐振卫来自桃园 在花莲东南福伦社前社长林金胜牵线下 16日上午在花莲卫生局 捐赠5万个口罩 由花莲县卫生局长朱家强带为受证 花莲县这一边也希望说 今天我能就是来捐献这个口罩 给我们县府的团队的人员来使用 因为他们毕竟天天都要接触 洽工的这些所谓的人民 当然他自我的保护 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在这一次就是偶然的一个机会里面 我们提起了这件事情 那贺总裁还有这个执行长 他听到了这件事情 他们恶话不说 马上就说没有问题 我们捐献5万片给花莲县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 这个我小小的去提示 就是说他们本身在桃园 已经基本上每年都有在做这些善举 那又觉得这个徐县长 他本身也是桃园人 所以他非常的支持 非常的支持 那我听了我也非常开心 所以说马上打电话给朱局长 来讨论这件事情 那也很圆满的 在前几天这5万片也运来这个花莲 那接下去那朱局长也会把这些5万片的口罩 去分发到底下各局处 让所有的同仁都能使用 陈峰开发建设公司总裁赫泰如 顾问张森以及执行长杨王朝中 考量疫情影响不客前来 由现议员周俊佑代表出席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颁发感谢壮 未来将陆续发送给县府局处同仁使用 记者讲帮演华林斯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